看看那个小孩子 我看看那个小孩子 来 鲁飞达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这儿子 小孩子啊 冷七年属猪的 嗯 你让他坐下来没关系 让他安定一点 好 你说吧 五七年属猪的 冷七年 嗯 他一出来就没讲过话 出家又冒过话 零七年 是猪的 很麻烦 第一是讨在鬼 明白吗 第二 你们家里主上有杀业 他就是被你们杀掉的 一个很大的动物来投胎的 明白了吗 所以他会把你们家搞得倾家荡产的 你们为他家 你们为了他 因为我老公家 他老公以前打鱼的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打鱼的呢 所以看见了吗 他就是来要债的 就是来还债的 那我该怎么办 你现在赶紧给他念小房子还债啊 那多少张 那多少张 哎 安定啊 伯伯救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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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好 什么 他上次让我从楼上摔下去了 或者不是跑用他了 嗯 现在在医院里 我都不敢带他回家 我带他回家 我不知道该怎么带他 你给他念 你给他要念九百张小房子 九百张 我念 而且你赶快要许愿 大概 你给他放生 要放两千条鱼 我家中国他们 啊 我家中国他们买的饭一样吗 什么 就是你家里买的 一样的 一样 你给他 你自己花钱让他放就可以了 OK OK 好吗 还有要许愿 要发愿 如果这个孩子好了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明白吗 OK 你要度更多的人 你要许愿的 好吗 要许愿 嗯 嗯 好了 好了 我另外问一下 我家大儿子跟老做噩梦 你说呀 我听不懂 我大儿子 我大儿子经常做噩梦 做什么梦啊 很怕的梦 噩梦的话 就是有鬼被鬼追的 有的人是鬼压生 就是晚上一个人 他昨天晚上说 我梦见一个很奇怪的声音 嗯 踏起来跑到我的房间来了 嗯 这个都是你们家里有灵性了 嗯 像这种事情 台长就是治这种事情的 但是不能把他赶走 不能跟他斗争 嗯 你只能念小房子送给他 他很快就不来了 怎么念 念21张小房子 好吗 几张 你待会21张 你到门口去问他们 他们自信出的人 会告诉你怎么念法的 哦哦哦 好吗 知道知道 没有问题的 这些都是小事情 灵性病的话 用念经的 但是其他的 其他的经文呢 其他的如果身体上的病呢 看医生 你明白吗 知道知道 灵性病医生看不好的 对对对 好吗 另外我想问一下 我想把菩萨买回 就是供起来供墓 我家房子哪一个地方比较好 供在你们家进门的右面 进门的右面 到底的右面 哦知道 知道了吗 右面那是厨房啊 右面就是客厅的右面 哦客厅的右面 就靠沙发边上 就是说 电视机靠沙发的边上 哦 明白了吗 窗户看见吗 那个有窗户 窗户那里 哎 就窗户边上 有块墙 哦知道 就放在那里 哦OK 另外我想问一下 那个 我爸我妈去世很多年了 问一下 我妈妈成年 既然 我爸爸既然中 属养的 不是 叫什么名字 既然中 既是什么既啊 既然是既的既 啊既既的 既然 既然的既 宗 宗既的宗 啊 既然 宗 宗 宗既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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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就是说 死了已经有二十八年了 嗯 嗯 在阿修罗道 嗯 还要跟他念金色 嗯 给他再念四十九张小房子 嗯 好了 好 好 谢谢啊 好 你们看看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 小姑娘你讲吧 你好师傅 你好师傅